大家好 今天我们集中谈一件事情 就是乌东四周被普京并入俄罗斯本土 由此所产生的动荡 今天俄罗斯举办巨大的庆祝仪式 在前天乌东四周公投基础上正式加入了俄罗斯本土 这意味着自从今年2月24日以来 普京所进行的入侵乌克兰战争 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这个全新阶段 我把它定义为普京在军事上的失败 同时他又获得了领土上的胜利 这是一个相互悖弄的一个命题 但是今天他非常现实的摆在了每一个官场的面前 普京在军事上并没有取得所谓的胜利 但他为什么能够在领土上获取如此巨大的成果 下面我给大家逐一来分析 首先从军事上来讲 我总结了普京他的三个致命性错误 第一个就是他在战争理论上 他是严重落后于目前数字化时代 他所执行的已然是路权时代的 以攻城略地为主要目标的机械化战争理论 这种战争理论在二战时期是非常先进的作战理论 就是以机械化摩托化为主要的动力 迅速推进 拿下土地 占领再向前获取资源之后 以此为根据地再向前推进 这次二战士的希特勒 他被运用的非常自如 而且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但是今天的数字化时代 我们说所有的作战力量完全被自动化 数字化之后 攻城略地不再是今天战争的主要标的 因为攻城略地之后 你需要动员更多的资源和力量去维持 去统治 这在今天所有的资源 已经数字化了 今天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他是不现实的 是我们说牢而不惑 得不偿失的一个战争理论 但是对普京他依然在坚持 他之所以揭示这个 严重滞后的战争理论 源于普京的两个情节 第一个情节就是 他的不动搞情节 要去获取克里米亚和克里米亚周边的土地 从而将克里米亚打造成一个出海口 这是他的千百年来 俄罗斯民族的一个理想 就是要在动土之位 获取一个不动港 通向海洋国家 第二个情节 就是俄罗斯民族 也是普京的卵土情节 卵土就是温卵的土地 我们知道俄罗斯他属于一个动土地带 这种动土地带 让这个传统上是农业的俄罗斯帝国 他的经济 一直是一个低位的赔回 并没有向高位迅速的跃进 所以他希望获取更多的温暖土地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俄罗斯自从俄罗斯公国 也是600年前俄罗斯公国的领土 一直的向南向西扩张 向东扩张 目的是获取更多的温暖土地 来完成他的农业 获取更大发展的这个梦想 第三个情节是基于普京个人的俄罗斯大帝 我们知道俄罗斯有两个关键的历史系人物 在俄罗斯扩张的历史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也成为俄罗斯人所认可的国家英雄 第一个是彼得大帝 1681年推行了彼得改革 而此时的中国正好是康熙在外 曾经爆发过 中俄之间爆发过战争 最后迁进了尼布区求约 中国割扰了一部分土地给俄罗斯 换取了两国的和平 后来的另一个大帝就是 叶克杰连二世 他发动了克里米亚战争 这两位大帝在推动俄罗斯 摆脱迅速扩张过程中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所以被俄罗斯人终称为大帝 那普京今天他尝试要成为俄罗斯第三个大帝 所以他才会冒天下之大不稳 在今天全球资本化 不再以路权为主要目标的时候 他依然发动了对另一个主权国家的军事侵略 要获取土地 虽然自从2月24日以来 他的军事斗争都走向了失败 但是最终他的落脚点落在了今天的乌克兰的东部四周 举败了公投 签订了兼并协议 今天就算正式兼并了乌东四周 割走了乌克兰20%的土地 朋友们 他在军事上的极其落后的战争理论 他恰恰就 吻合了他的战争目标 就是要获取土地 这是千百年来俄罗斯这个民族的一个 基于他血统和基因当中的一个传统 所以我们在以今天全球化 数字化这个角度来看普京 他的作为是愚蠢的 落后的 但是反过来你站在普京的立场 站在俄罗斯这个民族的立场 他今天兼并乌东四周 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所以我的第一个 封锡的角度就是 普京在军事上 巨大的失败 但在领土上 他又获得了巨大的胜利 这是一个悖论 看似矛盾的 但是心切就被普京 一个人 把他完全呈现在大家面前 说他军事失败 我封锡第一个就是 军事理论严重之后 接着军事情报 几乎是 没有任何功效 包括他战争之前 动员都被美国 是一千二十战争过程中 他死 争亡了二十多个将军 这都是因为战争情报 极其落伍 几乎不对称 导致 第三个战争的 军事失败的第三个体现 就是战争过程中 没有对战争形成反思修正 改正这么一个机制 导致他的战争 自从二月二十四日以来 所有的战场 最后在军事上都没有取得巨大的胜利 这三点 我们把它归结为 普京在军事上的失败 因为这战争的总目标 他没有达到 总目标是要将 乌克兰傀儡化 要将泽连斯基的政权赶走 扶植一个亲俄罗斯的一个全国性政权 叫他要从全国规模上通兵乌克兰 这个战争的目标失败了 但是他在领土的获取上 拿到了乌克兰20%土地 所以 他在领土上取得了胜利 这个操作是自从2008年 普京在哥罗吉亚 2014年的克里米亚 连续性的操作 如法炮制 一道菜 他也就连续做了三回 每一次他都取得了成功 大家回想一下 2014年 奥巴马在位时间 普京就以 部费一枪一弹 拿走了克里米亚 同样举办了公投 表明克里米亚又加入了 全球美国联合国 对此有 有效的解决办法吗 没有 只不过是发明 发表了十名说不承认 但是朋友们 这无疾于事 就是目前全世界 包括美国在内 北约 依然没有找到一个 面对普京这种做法 军事占领 全民公投 并入版图 这个三部策略 有效的应对措施 我看我的推特下面 好多朋友留言 说美国不承认 世界不承 联合不承 这 无疾于事 这不是解决 用其的办法 你发表千百万个声明 依然阻挡不了 普京在实际上 已经通病 这乌冬四周 这个现实 我们要做的 就要用实际行动 阻止 普京 将乌冬四周 并入他的版图 但是没有 所以鬼 下面我就讲 诡异的是 面对乌冬公投 包括乌克兰政府 泽隆斯基总统 和北约 和美国 和英国 都没有采取 任何有效步骤 阻止这次公投 而是采取了观望 这是我向大家 起初的一个 非常令我 困惑的一个现象 因为基于任何 这七个月以来的 战争的局势 我们的目标 像美国 像西方国家 的目标 就要阻止 普京 交领土割绕 这是你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 战争目标 如果说没有这个目标 那付出如此之大的牺牲 和投入 而是不对称的 不现实的 没有意义的 但诡异的是 就在乌冬 进行公投的时候 北溪管道 被 这个破坏 千人气泄露 北溪管道是欧洲的 生命线 能源线 它被破坏 一来到现在是 没有进路 没有凶手 没有真相 所以我们看待这个 目前呈现出的 这个奇怪现象的时候 以我们目前掌握 以我个人目前 掌握的信息 不足以解释 为什么在乌克兰 东部四周 公投期间 整个西方 包括乌克兰 政府自己 都是没有任何 反击阻止的策略和行动 而是眼睁睁的看 这个四个州 就举办了公投 然后今天就 进行了兼并一致 普京等于说 向全俄罗斯人 展示了他一个 巨大的成果 乌冻四周 拿到了俄罗斯的百分 这个看 他之前现有 巨大军事失败的 这个阴影 被今天这个 巨大的庆功一世 一扫而光 普京又回到了 他的光环之下 站在了 他的人生巅峰 那我们 做一个观察者 这是无法接受的 因为从战争的性质来讲 普京的战争 是要被谴责 被阻止 被打败的 但是在全世界 关注支援 特别是美国 投入了如此巨大的资金 和军事援助之后 不但没有击快普京 反而失去了乌冬四周 这从战争的得失上来讲 战争的第一阶段 我个人在推特 昨天就发了这一个结论 普京 在军事上的失败 在领土上的巨大胜利 所以从得失来讲 虽然普京损失了如此巨大的物力 财力 但如果说当他的落脚点 落在了乌冬四周 被兼并这个现实上 普京依然是在获取了 这个俄乌战争 第一阶段的胜利 因为包括泽伦斯基和美国和北约 并没有从这承认之中 获取他应该拿到的目标 反而普京 就拿到了现实的领土 这土地 这个是好多观察者 不愿意看到的一个残酷的现实 就战场如此松垮的 普京 在进行兼并 乌冬四周的时候 反而整个西方 做事不管 这是出于何种考虑 这是一种策略 还是一种现实的无赖 这个我们要去打一个巨大的问号 我现在所掌握的信息 不足以对这个问题进行公开解释 还需要进行观察 今天和明天 美国 北约 欧洲国家 肯定会对这个兼并措施做出反应 那么下面与这个事件 相密切关联的是 今天乌冬四周 正式加入 俄罗斯之后 泽隆斯基 进行了一个 议朝的操作 就是发表声明 要申请加入北约 而且要快速加入北约 这个操作 那我们进行封闭 他是不是应对 普京 将乌冬四周 并入俄罗斯的一个应急措施 因为乌克莱加入北约 这个已经持续了 较近十年之久 北约一直没有接纳 战争爆发之前 危机时刻 乌克莱 依然希望通过加入北约来 避免普京的入侵 但依然没有达成 但在今天 战争快进入一个全新阶段的时候 乌克莱要加入北约 北约能不能答应 你像土耳其的埃尔多安 他能不能同意 还要取用压力 他会不会同意 这些都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代表着 泽隆斯基加入北约的道路 肯定不会那么迅速和顺利 包括加入欧盟 匈牙利本身肯定会反对 所以我们在看待这个 突发世界 依然是我们说 扑索迷利 没有足够的信息 能表明 目前美国和泽隆斯基 所采取的一切的应对措施 能够有效阻止 他失去乌东四周 就是我此前所讲的 发表声明 反对不承认 这都没有意义 普京对这个根本就不在乎 因为从2008年 戈吉亚被侵占 一来 他所面临的这些东西 他早就 已经数十五懂 不会对他产生任何实质性的 破坏阻挠 所以他会怡然寂静的 采取他的这种 三板斧 先军事占领 然后全民公投 最后加入 这三个程序 就是已经 他运用的 非常熟练了 所以今天围绕 普京兼并 乌东四周 我做了一个 结论性的一个 判断 就是普京对军事的 巨大失败 但是人家在临头 又获取了巨大胜利 第二 北溪管道 被炸 这是一个非常诡异的事件 到目前 依然没有真相 没有凶手 接下来会引发什么样的 政治经济 军事方面的一些反应 依然始于观察之中 第三 泽文斯基 火线申请加勒北越 前途未普 但总的结论是 战争第一阶段 就以乌克兰 失去乌东四周 暂时画上了一个 逗号 战争应该说 进入了第二阶段 会不会升级 我们还需要一些 明确的信号 但是普京 这个胜利 是乌龙之一的 所以接下来 战争进入第二阶段 会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个特点 我们拭目以待 战争的词 帘争进入第二阶段 词